他這個就是要年齡70 而且包含 然後戶籍要在台北市或台北縣這個是舊資料 那如果說 我們要做出如果他 這兩個條件都成立的話 那老人津貼就是符合標準反之就是不符合標準等等的 那這邊的話做法上來插入函數裡面 我們用一樣用邏輯函數if 那兩個條件所以是and 的第一個條件的話是這個條件必須要大於等於70 等於70 第二個條件是把這個裡面的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值怎麼樣 把它抓什麼呢抓前兩個字有沒有台北縣或台北市前兩個字 如果你現在改成新北市的話 把它取代一下 就變成用什麼用right 一個這個是用laps兩個字那laps兩個字的話呢就直接打一個laps 瓜糊 取他前兩個字的話就是laps 然後15的儲存格裡面 把這15這個儲存格裡面逗點一下 取幾個是兩個字 瓜糊如果這兩個字等於什麼呢 等於台北的話 如果等於台北那就是表示是台北市或台北縣 那當然如果你這邊是改成新的資料沒有台北市的話就新北市 那公司就改成right 因為都是台北市 新北市後面兩個字都一樣的後面兩個字就是right就可以 OK一樣right然後15-0.2後面加上北市就可以 所以這個有個共通的規則 好了之後的話呢兩個條件按確定 一樣按確定之後回到if這邊 那我們就是一樣 如果這兩個條件都成立的話那就是 符合標準 反之的話就是不符合標準 OK好這樣按確定 結果就做出來了 第一個 那同樣的邏輯 我想跟前面類似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因為我已經做好了 指定一下聚集 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說他的範圍是 從哪一個 第1個一下跑回圈嗎 第5到第43 對不對 第2的話呢就是他的條件 低欄 你可以這樣移開來看一下 D欄跟哪一欄 D欄跟E欄要判斷 所以D欄 大於等於75 And 這個地方一樣有left 有沒有 那15的話在那邊表示是 E欄的資料 然後呢前面加個laps 後面斗點2 等於台北 敘述的方式很類似 有沒有 那如果我說 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那個laps 那到底 VPA裡面有多少含 那一陣子